小刘在杭州工作,老家是湖北的,她说自己吃菜比较喜欢重口味,但一吃辣脸上就长痘痘,饱受困扰,十分纠结。 上个月月底,她在手机上看到了豆博士的活动,就购买了去豆套餐,花了15块钱。 3月26号,小刘到杭州文二路上的这家豆博士进行体验,随后支付了6800元,并签了服务协议。 对方落款是杭州西湖区纯美美容店。 小刘说接下来一个月,她做了6次去豆,工作人员陆续向她推荐了其他项目。 她说脸上因为你毛孔比较粗大,毛孔里面有问题,老是回头走在路上,他们那个灰尘堵射,容易造成毛孔有问题,让我交钱做毛孔套餐。 小刘说4月23号那天,店员推荐她再购买总价2万多的套餐,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条件,她当时是拒绝的。 最后要一万三千块钱。 那这个钱你付了没有? 是他们拿着我的手机现场操作的,他们自行室,然后在自行室里三个人在那里,加上他们主任四个人,轮流给我说教,然后说手机给我操作。 他拿着我的手机,看我的花币,看我的借币,然后看我的卡包,就直接用手机付掉了。 付款的时候手机需要密码吗? 扫脸。 扫脸? 对。 那你当时要他们扫了吗? 拿着手机,这样给我扫一下,就好了。 这一万三千块钱中,有一千块钱是小刘之前被推销时支付的,剩下的一万二在4月23号当天分两笔支付。 小刘觉得自己被洗脑了。 刷了两次了。 他们轮流三个人递着我,那个一个人拿着手机,有强迫你,或者说控制住你的肢体不让你动吗? 这个没有。 他们三个人对着我轮流洗脑,我怎么去那个批解?人有时候被洗脑很严重的时候,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。 小刘希望把后来支付的钱退回来。沟通过程中,门店负责人希望和小刘单独沟通一下。 是在他自愿的情况之下,那他选择去治疗,那我们才进行支付付款方式。 所有的都是,不会说我们亲自去给顾客操作任何的东西的,都是他自愿同意以后我们才会进行。 对。 自愿同意的你们会亲自去操作吗? 小刘带记者来到当天的豆博士咨询室,记者看到房间里有监控探头,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愿意提供当天监控,但需要时间。 记者帮双方调解后,店长表态,小刘购买的项目可以按次计价核算,向公司申请退款。 后来小刘又和自己的同事一起和店长沟通了约三个小时。 最终的结果是,他继续在豆博士享受服务。 至于当时那两笔刷脸支付是谁操作的,他表示不想再纠结了。 截止发稿,豆博士方面没有提供监控画面。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。